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非凡的珍贵文物 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企业钦提的唯一墨宝 听文物再说话 稍后为您讲述 同为镇馆之宝 有的文物三十年才展出一次 有的文物展出一次就要休息三到四年 唯独我常年展出于此 并且专门设立掌柜 与大家天天见面 那么我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这四个字也包含了孙中山先生 对中国企业的一种褒奖 对张艺公司的知名度 包括它的发展 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鉴于以上 孙中山先生提的这个品种理权 也成为了燕台式博物馆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原来啊 我竟出自国父孙中山之手 那么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何将我提一下呢 时间回到1912年 当时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 受袁世凯的邀请赴北京会谈 途经烟台时下榻于朝阳街的克力顿饭店 烟台官商各界开会欢迎 当时有这么一段话 与商业希望从制造业下手 如本部 边台张艺公司设的这个大酒厂 其工业不亚于法国的大厂 欢迎会议结束之后呢 孙中山先生就参观了张艺公司 并提下了品重理权这四个字 品重理权这四个历透纸背的大字 无疑是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对中国民族工业振兴的深情呼唤 那么孙中山先生来因为什么会有张艺公司这一转呢 原来孙先生和张艺公司的张碧氏先生早有交情 两人是有着共同抱负的多年挚友 同盟会的时候呢 孙中山先生欲筹备广州起义 当时呢张碧氏就通过胡汉尼 为他筹集了三十万两白银 支持他的革命事业 后来呢 他又以个人的名义 为孙中山先生筹备了一笔巨款 不夸张地说 我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企业留下的唯一莫报 珍贵如我 是怎么来到烟台市博物馆的呢 这事得请亲历者石老先生给大家讲讲 七十年代的我上张艺公司去搬购 搬购 搬购呢就由一个 当时属于特殊年代 当时属于特殊年代 丢弃一切的口号喊得响亮 我能被保留下来 堪称奇迹 阴差阳错的 我就在烟台市博物馆安了家 后来我被制作成商标 张贴在章语葡萄酒的瓶子上得以流传 为了让珍贵的我完好的保存下去 烟台市博物馆特意制作了我的复制品 专门设置掌柜长期展览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背后的故事 孙中山先生写的品重理学这四个字呢 也是我们近现代史上 一件非常突出的历史物物 意义非凡极其珍贵 也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企业 留下的唯一一个莫宝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